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民国人物是徐志摩 八十年代初 我在辽宁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读书 有一回吃饱喝足 几个穷哥们就在聊 什么样的女人好 哪个地方好 结果有说法国女郎的 有说穿女的 等等 结果一人呢 一口咬定 日本最好 大家就争起来 结果他背了一首诗 叫撒瑶娜拉 我记得非常清楚 这诗当然很美 关键那哥们 这家伙又是低头 又是小步紧走 完了最后还学日本那种夹着那劲儿 哎哟 这我们真是佩服之余 结绝有几分滑稽 我呢 本来坚持是扬州最好 扬州寿马嘛 但是那天 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名字 徐志摩 第二天我就去图书馆 找徐志摩的书 结果 早就结光了 后来他们推荐了那个 带忘书的 等等 就这么着 大学前两年 我一个经济系学生 几乎没干别的事 整个就在看文学的作品 读的太多了 当时有一种担忧 就怕把书读完了 这后半辈子怎么过 哎呀 前几天讲那个郁达夫 这哥们也是学统计的 结果呢 跑日本读了几十万册书 这个我真是比不了 但是从爱好文学的这一点上来讲 我们都属于自我康奋 自我昂扬那种类型了 民国人物列传开播以来 受到好多朋友的捧场 不过 有很多人问 说什么时候讲林徽因呢 民国女神 等等等等 这一看呢 就是文青 跟我当年一样 我这里告诉大家 今天讲徐志摩 明天林徽因 后天梁思成 再后一天金月林 我要把民国这段最大的一段情话 讲得残缘 清晰 感人 前几天 我在中信书店买到了一本非常精美的书 《自在摩登》 怀念我的爷爷徐志摩 是他的孙子 余三征先生写的 资料非常详实 画册十分优美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1897年1月5日 徐志摩 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的霞石镇 本名呢 叫徐章旭 由于比较绕口 他就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之前 父亲呢 给他改名 叫了自摩 为啥起这么一个 有点佛教意味的名字呢 因为他小时候啊 有一个僧人 曾给他灌过顶 叫摩头灌顶 说慈子啊 子气非常 将来必成大气 他们徐家是当地首富 开有什么匠园啊 丝绸庄啊 发电厂啊 还有玉通钱庄啊等等 在当地不仅有钱 还有人脉 父亲呢 徐神卢 是当地的最大的一个乡身吧 母亲钱穆英 也是钱氏家族的长女 那个时候啊 娶媳妇都喜欢娶长女 因为她是教育最完整 代表家族体面的一个女子 老徐建呢 不仅有钱 人脉也够广的 沈君卢 就是徐志摩的表叔 他还有个表弟姓扎 扎良雍 李名叫金雍 后来还有个外甥女 多年以后成名 比她可有名多了 叫琼瑶 因为是家里的独子 所以呢 母亲啊 祖母啊 那对她爱护的跟眼珠这似的 父亲呢 当然也望嘴成龙 其实特别希望她呢 学学经商 将来把这份家业能继承下来 可是她呢 徐志摩五岁启蒙 一读书 嘿 那就一个开窍 简直学什么会什么 而且急逃 不听管束 你教的东西吧 她就经常给你问 学的一半差不多了 她就跑去森林里去玩去了 跟小伙伴 就这么一个孩子 1907年呢 她进了当地的开字学堂 几乎门门功课都是第一 那文章写的 没得说 后来呢 又上了杭州的府中 年年当鸡长 那鸡就是年级 比班长还大 结交了语达夫一帮铁哥们 她还在校刊上发表了 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 这是她第一部作品 当时啊 对她影响最大的就是梁启超 他当时记了一句话 说梁说 人生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 今天的人们可能认为这没啥 其实在当时 这已经是 翅膀是一种想象力嘛 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一种思维 有一回 浙江都督府秘书张公权 到各个学校去寻查 就发现呢 这个徐志摩学员太优秀了 念念不忘 回到家族里呢 找他大哥 叫张军曼 说 咱们妹妹也不小了 干脆去徐家提亲的 去了一提 这个叫张又益 徐申卢呢 早就听说这个张家了不得 那满口答应 就让当时已经18岁的儿子 徐志摩回老家来澄亲 这张又益呢 是个大家闺秀 不仅漂亮 而且非常聪明 跟他的母亲其实很像 但是这也奇怪 你说这位学霸徐志摩吧 天生一股劲 就不肯受人摆弄 说我学了这么多新知识 啊 你还给我包办婚姻 就打心理就抵触 人家给他看照片 他说什么 哼 乡下土包着 说人家土 其实他俩的属相啊 是男猴女属 确实有点犯冲 为了这事呢 张又益呢 他改了属相 就改了两岁 改成狗了 哎呀 改了也没用 这俩人这一辈子就是翻冲 结婚那天 徐志摩干脆就没进屋 在外边读书 直到第二天 长辈不干的 说你这那行啊 你那路动房啊 就被人家强扭了一回话 婚后不久 徐志摩呢就到天津去了 念北洋大学 再过不久 北洋的法科呢 病入了北大 徐志摩又去了北京 在那里那是鲁鱼得水 他除了学法学 还特别喜欢外语 攻读了日文 法文 各种文学书 政治书 这个时候 他明显呢 对文学的兴趣 要超越其他 像徐志摩这样的高富帅 而且性格这么好 那到哪都是受欢迎 后来好多呀 北大的这些同学 那都是一词之英解 这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大舅哥呢 张俊迈 那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 号称第三方势力领袖 后来在台湾 那也是一言九鼎 连蒋介石对他 都里样三分 他的顽景呢 比较清品 一生没有集才 专心研究玄学 也是新鲁家学派的代表人 在台湾那是大名鼎鼎 大舅哥厉害啊 一引荐 徐志摩就正式 见到了梁启超 并拜他为师 举行了隆重的拜师礼 这个 这种师父啊 跟宗教有点像 其实等于第二位父亲 他也这么着 与梁家结缘 1918年8月 徐志摩到美国留学 一开始进的是 克拉克大学历史系 后来又转到 哥伦比亚大学 读经济 在美国待了两年 按部就班 拿到了学室和硕士 那个时候 他对罗素开始感兴趣了 然后就去了英国 进了著名的 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后来呢 又经过 迪更生的介绍 进了剑桥大学 我觉得吧 这可能跟经商的 有关系 一般都八面玲珑 其实这个徐志摩 很善于结交 尤其是名人 只要他想 认识你 你躲都躲不了 而且他很会说话 比如那回 他去看哈代 大作家 人家呢 一看 中国一个小年轻 不合影 不提词 连茶都没给他 但是 徐志摩 无所谓 说那您 总得给我 留点纪念吧 哈代呢 就随手 摘了 几朵花给他 嗯 他呢 乐呵呵的 结过了花 也算是一种祝福 当然也有喜欢他的 比如 另一位大腕 叫 狄金森 这些倒没什么 可更多说的 关键人物出场 来了一位 忘年叫林昌民 他俩呀 相差二十一岁 却无话不谈 颇有一点 啊 断秀的嫌疑 甚至 比如说 他们 扮成已婚的男 已婚的女 互相通信 啊 讲乡母之情 怎么偷情 怎么通奸 之类的 哎呀 说的 反正是 黏黏乎乎吧 在当时 也挺有影响 他甚至公开发便 老林倒没啥 可是他闺女厉害啊 十六岁 中学生 大美女 又文静 又有才气 与徐志摩 相差七岁 谁呢 林徽因 一个情窦初开 一个风流倜傥 这位徐叔叔呢 也没客气 刚开始啊 还有点长辈的样子 没有多久 那就谈天说地 携手相悟 啊 他又结过婚 所以那小女孩 对他 不可能 不深情恕 徐志摩的私情 也就因为 林徽因 开始 生长 开始汹涌了起来 他呢 最早是写过一首 长诗叫 《草上的露珠》 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雪花的快乐 这首诗 对我影响也特别大 假如 我是一朵雪花 偏偏地 在半空中潇洒 我一定认清 我的方向 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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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面上 有我的方向 你说这老徐 本来已婚 跟人家老爸呢 又扮情侣 结果又追起了 人的姑娘 你说这事乱不乱 这种事能传不出去吗 渐渐的家里也知道了 这张又怡呢 就赶到了伦敦 来了 徐志摩也不怎么搭理他 待着经常呢 说我出去了啊 就到了一家这个理发店 其实呢 他不是剪头发 是等林慧音的来信 张又怡 那也不是一般人呢 女生玩 哪有三天两头 理头发的 是吧 那偷刑也没变呢 最后也知道了原因 当时他又怀上了孩子 徐志摩呢 就很烦躁 就坚持说 你赶紧把他打掉 这现在没条件 要孩子 张说 那样可能 要死人的 大人很危险 徐志摩却回答 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 你看人们就不坐火车了吗 无奈之下 他只好呢 跑去了柏林 他们俩呀 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这张又怡就吐了 徐又撇嘴 说 吐爆了 过了一会儿呢 他也吐了 张又怡 面色平静 轻轻地说了一句 你自己看看 谁才是吐爆了 张又怡到了 柏林呢 找他二哥 上下有条件 就在那儿生下了孩子 等着徐志摩来 看看他们母子 结果呢 没等到 等到是什么呢 一份离婚协议 据说 这也是中华民国 民国时期第一份 正式的离婚协议 离婚的原因呢 直接的是因为离婚因 因为人家这小女孩 那不可能 嫁一个有夫之妇 那肯定是有要求 第二个原因呢 是他的导师罗素 还有他的偶像雪莱 等等 都是离婚之后 追求所谓的自由 这个 对他影响特别大 徐志摩一看 这张又怡不理他 就急了 亲自跑到了柏林 待了一个多月 终于 张又怡同意 说算了 我成全你们俩 同意离婚 他赶到了 徐志摩朋友的家里 一看 呵 徐和几个中国哥们 在屋里站了一排 脸色都很兴奋 张又一新回忆了 说 协议吧 是这儿吗 是这儿 好吧 就唰唰唰 吵吵的签了个名字 同意了 结果呢 徐志摩说 好极 真是好极 这太有必要了 中国必须把这些旧东西 破除掉 然后他走过去 跟那几个家伙 一一握手相亲 这就是民国历史第一宗现代的离婚案 离婚之后 他去了玉英寺 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 看完就走了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 刚才录的时候啊 这个 我的老大说 渣男 小生 嗨 才子还是渣男 这个问题 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1922年3月 张又一同意离婚之后 收拾起心情 为了孩子 他也得坚强起来 他就入读了 德国的 菲斯塔沃奇学院 专门供幼儿教育专业 后来呢 他回国创办了 云商公司 专门给一些 有钱人 有权人 定制衣服 他还曾经主政过 上海女子储蓄银行 任这个常务副行长 徐家呢 对这个儿媳妇始终心意为变 对儿子的胡来怒不可遏 觉得特别丢面 干脆就断绝了 徐志摩的经济来源 不给他钱了 把张又一收为养女 给他和两个孩子 一份家产 并移植 由张又一造过 张又一呢 后来带全家 逃离了大陆 有人说他有眼光 他在香港 嫁给了一位苏医生 后来 又 跟孩子 去了台湾 他晚年呢 就 干了一件事 策划编辑了 徐志摩的全集 有家里孩子 经常问他 说 奶奶你 真的爱爷爷吗 他一笑 老太太一笑说 什么是爱 这边闹得天翻地覆 那边林徽因呢 却悄然回国了 老板让他赶紧走 因为林家和梁家 已经定上婚约了 其实徐志摩 是林徽因的初恋 两个人的感情很纯真 但并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关系 所以呢 林徽因一辈子 也非常珍惜这份感情 徐志摩呢 他追求自由爱情 所以对林徽因 也是真爱 也是发自肺腑的 在二十多岁 最有才情的时候的 那么一种爱 好多人都说呀 在别康桥 是写给 林徽因的 我倒不这么看 我觉得 1926年五月 做的那首偶然 特别能表达 他们两个当时 在伦敦的那段感情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诧异 更务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 互放的光亮 好 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预知后事如何 切听下回分解